很好,所以根本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 就觉得来北京上学就很好 所以就狭选了一个 结果完全不适应 那时候就非常自负 就觉得这肯定是老师有想磨难我 让我做大事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想到这句话我就会觉得很安心 王江欧阳,21岁 江苏人,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专业,本科在读 大家好,我叫王焦阳 今年22岁,来自黑龙江大庆 现在就读于北京科技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是应届毕业生 今天来到非女莫属 想找寻一份管理培训生 或者PR或者HR的工作 舞台好亮,我的心跳得很快 如果说错的话 请大家多多原谅,谢谢 你好,江苏 你好 你是应届本科毕业是吧 对 就今年毕业 是 北科大很好的学校 谢谢 参加学员招聘了吗 参加过 招聘过哪些 面试过哪些 因为我学的机械 都是钢厂啊 那类的 然后我本身这个专业 就觉得自己选错了 以后工作也不希望 往这方面走 当时是怎么选的 这个专业呢 因为我 我说句挺自大的话吧 我高中成绩 什么都挺好的 然后选大学的时候 也都是觉得 能来北京上大学 那就 也不求什么 适不适合自己了 就以为自己 什么都能学好 但其实到了大学 才发现 根本不可能 就挂科挂了很多 挂科挂了很多 对 你能毕业吧 能 我现在已经 战斗还清了 补考都考完了 是 想过进什么行业吗 行业 没有想过 没想过 不是 我不太了解 喜欢就行 是这样 比如说 比如我很喜欢 陈欧的公司 你喜欢的是 陈欧的公司 还是陈欧 都喜欢 都喜欢 是 你为什么喜欢 巨美优品呢 因为他的领导人 很有气质 你才是喜欢成功 如果 OK OK 我们这样 教养 抱歉啊 我们能够恢复到 在职场应聘的过程当中 一个大学本科 毕业生的状态吗 您指的是 我指的是 你回答问题 不要再放花痴是吗 我指的是 你目前回答问题的方法 不大像来找工作的 就是咱们找工作的时候 有特别认真的 对于工作的描述 对于自己能力的描述 是的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领导人一定要有一定的魅力 我觉得一个人要内外兼修才比较好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推到极致 有没有哪个老板是你不喜欢的 我没有不喜欢 只有比较不喜欢 比较不喜欢 有没有 对 有谁是你比较不喜欢的 并且 说明一下 说明一下理由 我曾经在这个环境当过观众 然后那天碰巧就 在台上 你来这儿当过观众 对 然后那天碰巧就有一个求职者 在说问题的时候 那个裂聘朗的老总 那儿那儿那儿 他今天恰好来了 对 他当时就 说了很多 说了很多建议的话 然后那个求职者 我感觉他也没太听懂 然后但他还一直在说 就是我比较不喜欢 随便就给人家建议的人 我觉得挺 我觉得挺失礼的 贺平啊 躺在眼的动枪 我觉得我输给了成了 我一点怨言都没有 但是他记住了你 对 他记住了我 你也成功了 贺平 你没有随便 还建议的人 我们坐在这个位置 就要是给他建议的 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环节能不能取消 那你不就 那你不说话不行吗 你说建议 我给你建议 你可能不喜欢我 所以我没有建议 你说 我说的是 不要随便给建议 真的没有 深思小力才可以讲 好的 别乐了 我这个人是从来不随便的 好 不随便 你不随便 好 就是有点随意 好好好 行 你们都不说话了 好不好 不要打断我和焦阳的谈话 我们刚刚进入到 正规的那个轨道上去 咱们今天不是找工作来吗 是的 是吗 首先 你周围的人 他们怎么评价你 怎么判断你 他们没有直接跟我说过 但我能感觉到 他们拿我当个异类吧 这个球智的眼神也挺有趣的 就那么一直直勾勾地 看着邵刚 邵刚应该心里会发毛吧 异类 是 为什么呢 我说的是你周围的同学 同班同学 是的 那同学们是怎么评价你呢 同学们不太敢跟我说话 怎么叫不和你说话呢 也没什么好说的呀 确实 你是觉得你没什么跟他们好说的 嗯 对 你们宿舍住几个人 六个 六个人 那五个人正聊得欢呢 他们也不太聊得欢 你们宿舍很安静是吧 基本上各忙各的 有没有固定的好朋友 就是闺蜜啊 女生不是都有很多闺蜜吗 我其实没有朋友 你22岁吗 是 是吧 有男朋友吗 有过 好 就现在没有 对 为什么要回家 或者是 就是大家就觉得 你的每次回答吧 都让主持人觉得想掐死自己 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 不是你的错 我说的是 想掐死自己 我没有说你想掐死我 幸好我今天 是我自己想掐死我 幸好我今天不是主持人 是吧 要不然我到底死多少次了 是吧 海涛啊 海涛 海涛和我也是同行 我坐在这都想掐死自己 不好意思 那这样啊 咱们不说别人怎么评价你了 爱谁谁 你最强大的能力是什么 自知之明 人贵有自知之明 很好 非常可贵 我的意思是 咱们今天不是说找工作吗 对 就定一个岗位 就一个岗位 一个 岗位 去你们公司就能做 我并不知道工作是什么样子 我不敢说 我觉得我什么都能做好 我学东西非常快 动作对于我来说 其实只是挺简单的事情 我再问一下 你刚才不是说想到五年十年吗 那五年十年 五年吧 五年以后你在干嘛呢 当副总啊 副总是干什么的 什么类型的企业 什么行业 我一直以来 我的幻想对象都是巨美优品 咱能不用幻想对象吗 就是我一直都想进入的企业 对 都是巨美优品 对 为什么 你看啊 巨美优品 咱们现在一点点说 你给巨美优品定性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 什么性质的企业 做化妆品的 卖化妆品的 卖化妆品的 就是这么定性吗 有好多卖化妆品的 对我来说概念就是这个 这个卖化妆品有什么不一样 真的是这个领导人 他让我觉得 有一种知音的感觉 就这样吧 今天我们这么多公司 没有巨美优品 是的 你现在会选吗 我现在还不了解你们呀 啊 真是求其次 好不好 因为陈欧没来 陈欧不在不还有海棠呢吗 海棠也很帅 因为陈欧没来 所以你就把他们当成残次品 先看一眼 我不能这样 你不能这样说话 我说他们 啊 所以 听啊 有没有想过 除了巨美优品之外 其他的企业 360游戏 好 你去了360游戏 嗯 然后干嘛 我说实话 我喜欢她是因为 听说她给的钱比较多 啊 OK 啊 那个 那个 叫杨啊 你真是一个特别实在的姑娘 谢谢 啊 但是呢 嗯 好 虽然她给的钱很多 但是给的钱再多 都得落实到一个问题上 就是你去了那个公司之后 你总得干点什么吧 对 就凭什么拿那个钱 助理吧 总经理助理或什么的 总经理助理 总经理助理是干什么的 给她解决很多琐事 安排她的日程 就像一些电影里演的那样 比如说 什么电影里演的 啊 时尚女魔头 哇 呃 是这样 这样 好吧 这是第二个选择 是吧 有第三个吗 前台我也想过 前台啊 对 哪个公司的前台 没有固定的 只要她的前台 环境还不错 你是北京科技大 环台 前台环境还不错 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是个挺虚荣的姑娘 我喜欢在漂亮的地方工作 哦 啊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作为北京科技大学 读了四年 北京科技大学 读了四年 机械专业的同学 嗯 然后最后你去做前台了 你会不会有心理落差 和失落感呢 当然不会 为什么 这没有什么 这个 我说实话 我拿到这个毕业证 对我来说是一个梦想 我应该怎么理解这句话 因为中途生病了 挂科很多 我想过退学 嗯 然后但当时我母亲就跟我说 如果一个女生 你在这个得病的情况下 还能拿到这个工学的学位 其实是件挺了不起的事 那我 那那个野心就起来了 嗯 那我就要这个毕业证 嗯 我只是想用它证明我自己有能力 我并不想让它 就是 并不就是说我要站在 对它对你不重要 对 哦 呃 好吧 来各位提问吧 来刘姓 那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有兴趣爱好吗 有啊 很多 特别喜欢 就选一个 只有一个 对 选一个你最喜欢的兴趣爱好 跳舞 对那我觉得你可以从你的兴趣爱好 去发展出一个你喜欢的职业 我觉得你现在可能是需要找到一个人生目标 这样子的 我有人生目标呀 谢谢 嗯 sorry sorry 那我那我再阐述一下 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 不要 不要随便提建议 好不好 起什么空啊这还好 啊好 嗯 呃 刘姓你还有什么建议吗 不敢有什么建议 我觉得那个 好好跳舞挺好的 好好跳舞挺好 海涛 哎 啊 你有什么问我 问我的吗 我没有什么问你的啊 你有没有什么问他的 我现在我先说我是干嘛的 我今天不是海涛 我是个boss 我在我在做两样东西 一个是海吃海喝是一个餐厅 嗯 然后我另外一个是在做一个淘宝店 我有两个这个东西 你想找我来干嘛 他不打算找你 啊 不是 他一点去 可以创造机会吗 因为我这边资源多啊 海涛 抢扭的瓜不甜 不是不是 也有可能啊 我试试劲啊 海涛是这样 我主 海涛 我突然 海涛 海涛你 海涛你坐 突然你给我主持的那点 海涛你去个老板 哦哦对不起 我是个老板 你有什么要求吗 要说什么 他说 你对 比方说去店 去那个淘宝 类似的这样的工作 有兴趣吗 当然有 比如说 我没有 我其实我要说明一点 嗯 就是我对自己 还没有很好的 对于工作上的认识 我希望各位老板 能看到我的闪光点 并且给我 你的闪光点是什么 等着你们去看呢 我自己也没法说 我觉得 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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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请他当员工 也挺好的 战胜了他 就战胜了全世界啊 那个妹妹 妹妹 这有个位置要不 海涛 海涛 是这样 海涛你注意啊 海涛你 不是一个成功的老板 知道为什么吗 你太容易受外界的影响 和干扰 对不对 你看 焦阳 焦阳上来之后 是属于天马行空行的 对吧 然后你看 这家伙 你那二胡劲 一下又上来 我可能是主持人当酒了 有点随机应变 是 好 太好了 那个海涛控制一下 自己的情绪 好不好 好 三位这样 我想请你们三位 慎重地给一点建议 好不好 建议之后呢 我就让老板们表态了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特别认真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我想说你只有两种选择 要么就真的很快乐 很逍遥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要么你要是进入职场 你就要做好准备 想想这个职场要什么 你要适应这个职场 好 谢谢 不然你会很痛苦 谢谢 谢谢 来杜奎 其实真的是 这个没有像今天这么困难过 说要给一个评价 或者是一个建议 不仅仅说是因为你觉得 不希望别人随便给建议 因为你今天的这种状态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一个年轻人没有动力 会是很危险 但是你其实有能量 你也聪明 但是确实是怎么把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你完全是由你而发的 所有的思考 所有的反应 都是由你自己而发 如果你有机会 能让大家了解到 也许在他们的什么岗位上 你的特质 你的聪明材质 能发挥出来 是你的幸运 我觉得也是大家的幸运 谢谢 谢谢 杜奎 能不能说一件 你做过最成功的事情 除了这个 你把这个本科学历拿下来以外 改变了别人 比如说 我改变了别人 影响了别人 有这样的事情吗 我前男友倒是说 我对他影响很大 好 12位 用灯来表态吧 12位选择 场上有八位离开 但是还是有四位留了下来 抓住机会 好吗 不要再飘着聊天 天生为我 马娇 那我现在出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我在第一轮听你说 你想做总裁助理 那我问一个 就是说做总裁助理最基本的会碰到的一个事情 就比如说你的老板 现在十点钟约了一个客人 但是这个客人来的时候呢 你老板的上一轮还没有结束 这个时候你面对这个 就是来访者 你会怎么去跟他说 我会跟他说 他现在被上一位客户 有点缠住了 然后我们先聊一聊啊 或怎样 你这么直接地告诉我 因为 往往老板约客人的时候 他是不希望 让他现在碰到的客人 知道他因为之前的客人 而不能够见他 我一定会告诉总裁 提前告诉他 所以我的总裁 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我觉得不会 不是你的总裁 马强你去体会一下这个答案 就是 马强你注意一下 你 你注意啊 你和总裁谁做主啊 我 我们是双向选择吧 你的意思是他不听你的 你就走了 不不不 他需要有能征服我的本事 马强你体会一下答案 来麒麟 可能我们听惯了 打儿拳 或者幼儿美的东西 对这些坦诚 可能不敢去真实地面对 我觉得他敢面对 问教养就是一个 更深层次的问题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 不论在写作方面 还是舞蹈方面 这些才华 你想做这些事情 最大的动力是什么 就是能让自己喜欢自己 我觉得 人就活得很成功 然后其他人和你相处起来 也会觉得很快乐 你现在喜欢自己吗 很喜欢 很喜欢 我仍然把我的观点 再说一遍给你 教养 你如果要进职场 你如果要做一个自由人 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要进职场 教养 你这样是不行的 您好像觉得我特别不懂事 好像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没错呀 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想找工作的 工作是什么 这用一句大话西游里的话 你选择我 就是看队员 你就觉得我能胜任 你也有时候就说不清为什么 就有的时候 人要相信一点自己的直觉的 不是吗 好的 江阳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 是 无论今天能不能找到工作 回去就问自己一件事 就是落到实处的一个能力 能不能找到 并且那个能力能不能给你带来快乐 问自己这个问题 好不好 四位 去或者留 如果你们的灯仍然亮着 主动拳就到了王娇阳的手里 选择 赵阳记得我让你想了什么吗 回去想想 什么 看回报的时候再看一遍吧 所以你只在自己的世界里 要找工作 如果出来工作 工作我说的是 而不是做一个自由的职业者 如果去工作的话 不能光在自己的世界里 还得学会进入到别人的世界里 谢谢江阳 谢谢江阳 再见